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一把小的匕首 他断事情可以快而尖 也就是能够一针把你这件事情快速地解答出来 然后来通过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 来去告诉你这件事情需要躲避什么 规避什么 增强什么 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件事情 倘若这件事情是真的不行 那我只能建议 那就是肯定不要做了 都已经真的不行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做 就如同鸡蛋碰尺度一样 这个时候肯定是有点不自量力的感觉 而金口诀的快准狠其实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 不过大家现在也只是了解了一下金口诀的简洁方式 但是大家对金口诀的挂体可能有点陌生 其实金口诀的挂体分别是 人缘 贵神 匠神 地分 实际上它是从下网上数 因为按照正常的顺序 它是先锁地分 然后匠神 贵神 人缘 其实这是金口诀的一种话题表现 当然这边是有天根地支 这里所写的只是它的四个谣味 什么称之为谣味 其实学过六谣的人大家都比较清楚 像这样一个地方它就属于一个谣味 也就是每个谣味它都有每个谣味所代表的事情 什么意思 比如说贵神这个地方它本身代表的是父母味 倘若有其他的位置刻这个父母味 那么他的父母身体情况必然不会太理想 而六谣它和这个体系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都是如果你这一个谣味所代表的事情被刻了 那么你这个谣味上面的事情必然不会太理想 这是金口诀的一种格式体系 也就是不管你怎么样去断课 它永远都是人缘贵神将尘地分 它也称之为干神将方 这是金口诀四位的一个简称 称之为干神将方 四位的凡称就是人缘贵神将神地分 这是金口诀的一种格式体现 而金口诀断试它主要的就是在四位之间 深刻以及十二帝之制化 十二帝之制化包括四柱 四柱的一个配合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里面的天使 有没有力 地利有没有力 人和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力 这个人整个状态究竟怎么样 然后完完全全给他配合出来 周围哪个地方有对他有利的 然后我们就在这件事情找这个有利的方向 让这个有利的方向来为我们去提供便利的事情 然后我使得整个事情完完全全的扭转 这就是一个金口诀的主要增值 它等于就像是 就像是你一根扭曲的铁丝 然后你找一把钳子一点一点的把它扭过来 而不是你直接这边蹬根钉子 这边蹬根钉子 用手直接把它拉直 这种情况下就是苦 你如果一点一点的把它蹬直 实际上是会非常直的 而金口诀的作用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只针对于细节性的 细节性的事情 它不针对于大轮廓的事情 什么大轮廓 其实在前面的课也有讲过 大家有兴趣可以翻一下前面的课 去看一下轮廓的这个意思和概念 而金口诀它只是针对细节性 所以它的弊端就是对大体性的运势有点不足 能够看大体运势的实际上细节性就是不足 等于挂体当中它也有长有短 它和人是一样的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包括预测是自身 也并不可能说自己 就是没有任何瑕疵 而挂体它也不可能说没有任何瑕疵 都是如此 只不过挂体它能够尽量把所有的细节都给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生活中做事也是如此 都能够尽力把所有的事情完完全全的呈现出来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